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跟无锡江苏那边挨着很近 太湖之滨 这个湖中正好是在太湖的另外这一侧 那个地方也是山清水秀 这个特产是安吉的白茶 唐丹我们应该比较熟悉了 马上进去 我们一边百七一边给大家介绍 马二进三 他先走了马二进三 有的时候次举调整一下 关系不大 这个就是个人习惯 虎方居一平二 黑方居九平八 虎方拱七兵 黑方进七组 唐自南也是一位比较喜功好杀的选手 是 他的启蒙老师是安吉的万春大师 对 万春老师在当地 在普及象棋 推广象棋方面 还是做出了很多的工作 是 另外安吉也多次举办 我们象棋的比赛 包括个人赛 还有原来的青年赛 当地的企友 还有企业家 对我们的象棋的支持 对 还是非常支持的 之所以象棋 能够蓬勃发展到现在 也少不了方方面面的支持 是的 黑方走到这 就走了一个泡八瓶九 瓶泡 这个也是唐姐 唐单姐 她经常下的一个布局 唐单的下棋 当然是我们的队员 比较了解 她不怎么走那些 显怪的招法 比如说 大多女子都特爱走左马盘河 对 现在左马盘河是一个 非常流行的 在女子组里面 但是你看唐单的 就几乎就没有 是 因为这个棋 还是容易打破一些平衡 唐单的棋 也是比较平衡 比较注意 这个棋的结构 追求它的合理性 追求它的高效 这个也是我们 经济棋手比较注重的 他也是以不变应万变 就是基本阵型 摆在这儿 等你来 对 说到这儿 我们觉得有必要介绍一下 当时双方对局的背景 是 今年 也就是说2019年 全国个人赛 唐单也创造了一项记录 对 下这盘棋的时候是第九盘 对 那么唐单在前八轮的比赛当中 接连取得胜利 这个在个人赛当中 也是非常罕见的 据我所知可能就是唯一的一次 无论是男赛场还是女赛场 就是前面取得全胜 这个非常难得 确实很难 唐单本次比赛 最终是以十胜一合的成绩 第八次夺得个人赛的冠军 就说他已经分别 有八次获得全国个人赛的 女单的冠军 这个也非常不容易 也是第一个是打破了自己的 这个七冠王的这个记录 另外呢 这次胜率也特别的高 只是跟那个大姐大 这个王林娜呢 下合了一盘 这个当然唐单呢 后来这也说 他也并不是说的 发挥有多好 因为他可能有的时候对手啊 看到他分领先的多了 可能就比较 采取更加激烈的这个打法 可能是更加给他创造了一些战绩 那么这盘棋 唐自丹也是当时排在第三位 第二三位 唐自丹要想去阻止唐单的这种势头 他只有战胜对手 对只有战胜 然后未来就是还存在着这种概率 当然唐单呢 他就人就下得比较轻松了 他上来已经八胜了 后边三位级可能合个一两 对 合了就 对 以往的冠军呢 应该是在七胜四合 或者六胜五合 对 六胜五合可能一般 希望就比较大 对 然后七胜五合也基本上 也要看这个每个队手的这个争夺 是的 目前来看呢 这个女子这个赛场啊 我们给大家回顾一下历史 第一个创造记录的呢 是我们这个师姐 是我们这个是我的大师姐 谢思明 谢思明老师 就是那个从中立杯开始一直做这个创办人的这个谢大姐 她是五届群红军 第二位呢 就是来自河北的这个胡明 胡明特大 胡明跟我是同岁 这个 所以我也不能管她叫姐了 也不好意思管她叫妹 因为人家成名又比我早 反正都是特别好的这个朋友吧 胡明呢 是取得了六届群红个人赛的军军 胡明老师也是创造了一个时代啊 在那个时期 胡明呢 是第一贯是八十年代 八大概八五八六的样子 具体我还说不太准了 突然一下 反正是就是八十年代中期吧 那么之后呢 这个王林娜和张光凤呢 这个有一度呢 就是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没有把这个优势呢 扩得更大 这个唐丹后来居上 对 唐丹呢 就打破了胡明的六冠王 七冠王 打破了自己的七冠王 现在八冠 那么唐丹还有可能再突破自己的这个八冠王 那么除此以外呢 比较厉害呢 就是来自黑龙江的王林娜 她是夺得了四届军军 就是她的这个金牌的含金量呢 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这个女子选手啊 历史上应该说以上这个四五个人吧 可能就是最厉害的啊 对 王林娜现在呢 仍然驰骋在这个战场上啊 应该说的这个风采 状态保持的还非常好 依旧 对 那这个棋呢 唐丹丹呢 也是喜功考察 他就选择了最激烈的金军军 黑方不是 这也是郑州啊 红方再去撞军军 激烈中兵呢 就是红方亮剑了 是 就打算呢 跟黑旗呢 一决高下 嗯 黑方马上炮酒平七 一打 打局 局三平四 局三平四 一般走到这儿呢 这个唐丹一网 都是走足迹尽一水多 这个也是认为呢 非常不错的一种走法 就是很多这个精彩的这个变化呀 从这个局面上呢 都溢出了啊 是 然后红方有马三进五 有银三进一 比如说马三进五呢 就黑方再撑过来 嗯 黑方这个契族的意思呢 就是对红方这个三路线呀 形成更多的这个威胁 将来呢 有很多反击的这个点 是 你如果拱掉它 黑方呢 就是或者拱或者飞 嗯 还有走去八进六的都有 对 这个呢 都是可以的 然后黑方呢 这个足迹尼呢 也是最常见的一个打法 实在当中呢 黑方选择了足五进一 嗯 这一步棋呢 就是比较少见了 这个刘花你最早见的这部棋 你在 你从哪见过的 哪个年代 你能给大家说一下吗 足五进一 这个我还真的 对这个变化不是特别了解 对 比较知道多的 还是足迹尽一这样 这个变化呀 嗯 我早在三十多年前就知道 三十多年前 对 因为我那个专业都 三十多年了 专业都三十多年了 是 我小时候 82年 我就见过这个棋 哦 2083年 你是从哪见的吗 嗯 葫芦华对局选 哦 当时呢 葫芦华呢 至今呢 他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人物 嗯 但是作为当时来讲呢 在我们的眼里和心里呢 嗯 他更是一个传奇 更是一个神一般的人物 确实是 所以那个时候呢 葫芦华对局选呀 没有任何评注 就是 就是把他之前往年下的那些对局 对 收录起来 收录起来 有那么两本书 第一级第二级 那个时候已经很珍惜了 是吧 那时候对局 82年 84年呢 就是有幸呢 得到这个书籍 齐游里边 我们家里边都有 嗯 然后就经常翻一些这个棋 嗯 看见有这个棋服 嗯 但是那个时候也不懂 好坏也不懂 反正就看红华营嘛 啊 红华厉害 下得好是吧 对 这个棋我们就 他原来的老婆都是吃 嗯 马三推四 然后红华马三进 我看这个 红华的老婆都是这么下 哦 然后 啊 六十年代 嗯 他们就走过这个棋 但是更早了 我们就没有看到棋服了 啊 后来呢 这个 我就说 那么现在 为什么黑方呢 就不怕这个了呢 对 那么黑方呢 这个时候 他可以走跑二屏五 好像就跑大马 我又 着重呢 看分析了一下 这个局面 嗯 红华 一个是马八进七 一个是马五进六 嗯 马五进六呢 就没什么作用 是吧 马五进六 他打掉你 他马四进五 直接就把你这个 好马换掉了 嗯 红华这个狙马炮都没动啊 是 就是说大家一定要 学会呢 这个分析啊 嗯 其实我们这个象棋呢 是作为我们祖国的传统文化 同时它也就是飞仪项目啊 对 这个飞仪呢 由我们北京区院 还有中国区院呢 大家都申报了 是 都受到了这个批准啊 嗯 所以说呢 象棋呢 从这个定型到现在呢 有上千点的这个历史 是 并且它的严格 就是子力的走法 兵种 啊 输仪的原则性都没有变 那么能够流传上千年 并且得到了很多啊 朋友的喜爱 他还是呢 有很多的内涵的 就是说 就是实际上象棋 也随时是一种艺术 是一种平衡 那怎么平衡呢 你看红方 左翼子力都没有动 那这个也是一种打破平衡 急进中兵嘛 你急着把中兵鼓嘛 就是右翼子力是一种强弓 对 那么强弓呢 往往呢 后劲不足 嗯 就说你的弓势一旦受阻 那你左翼子力 动不动的这个特点 它就 对 这个 如果这个子力都被交换了之后 那么我们分析一下 他这么一打 再把自己有一跳 这个棋就优劣的很简单了 是的 你无论怎么换 这个马肯定是被换掉了 换了这个马 红方这边都没动 那么黑方这个棋就占优了 嗯 从效率上来讲 红方就走了这个鞠 吃了这一个兵 对 所以说呢 这种极进的旋律呢 就特别不好掌握 那么黑方抛了屁股 红方就 必须要动左翼子了 不能再动前面的子了 嗯 所以这也是 保持平衡的一种手段 现在要均衡的处子 然后呢 黑方呢 就居一平二出来 居一平二准备 炮打马一僵 得子 吃炮 那么逼着红方 就要表态 就得把我先掉 这个时候你就要上 这个时候上 黑方不能去吃炮 吃炮 他马六进 我一蹬 就发现这个鞠呢 就打了 对 因为你马六进 我杀相是带僵 是不是就溜掉了 是 这个时候黑方呢 有一个简洁的时候 就打掉 避免马六进八 他打掉 这儿红方也必打 只能泡花屏幕打 不然丢死 因为你马七进八 这些都是假骑 他给你切掉 在炮五圈 得到一个空头 就是这个骑 因为象棋 它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 就是说你看着 是骑人手 但是呢 你要多算 就是炮已经打掉了 他可以砍马 不再泡五圈 然后呢 红方呢 就只能去 打掉 红方就只能泡花屏幕再打 然后黑方 这个时候又有好奇 他不直接马自己 我不跳马了 他走马七进六 马七进六 对 你直接跳马呢 还容易走一些后手 直接跳马 红方有一个G9平8的强硬手段 你的右与空 这个为什么说传统项目呢 它总是有虚有实 跟冰法当中 跟这个阴阳当中 其实呢 就是有一种理念的 就认为这个象棋盘呀 就是一个九宫八卦图 九宫八卦图呢 就是阴阳 所谓的虚实 冰法里边 必须及虚马 你马四进五 他正好G908 必须继续 黑方这个棋尴尬 所以黑方必须要 掩护自己的底线 他走马七进六 然后下部棋来 正确马四进五 如果你平居捉炮 黑方G204对桌 这个棋红方啊 前进的市场 将被严重的阻碍 而且黑方呢 将来多这个中厨 这个棋红方呢 没有什么便宜可抓 所以这个 带于这个疑问呢 我也再度呢 审视这个局面呢 你发现啊 这个组五棋一 确实呢 也是一部不错的 这个选择 当然这个变化呢 后边呢 也很这个复杂啊 是 我们刚才呢 就是把这个组五棋 马三进五 他不走 直接G207的变化 给大家呢 做了一个简介 那实战当中呢 红方就是走的马三进五 黑方向三进五 红方走炮五进三 对 黑方走G1平四 红方在炮八平四 来准备炮打 抵士 来鸡双鞠 那么到了这个最关键的时刻 这个时候 黑方该怎么选择呢 对 到底演绎出什么样的变化呢 好 稍后呢 我们为大家呢 继续讲解 好 各位棋友 欢迎您回来 红方上部棋 走这个平炮 准备打士啊 应该说也是非常凶狠的 是 那么唐丹呢 应该说对这个棋呢 还是有相当的理解 他应对的呢 也非常得到 他走G8进七 先把左G跑掉 这个呢 也是一个很精确的次序 如果你先走右G 他就马八进七 下部棋 他用金炮打拘的这个手段 所以先进鞠牵炮呢 是一个非常 必要的过门 红方接下来走 马八进七 对 黑棋呢 再走POWERCIN4 这个步棋 走的也很严谨 这个唐丹啊 有一次这个 在队里啊 训练 他当时呢 就是走得有点随手 他走了一个G4进六 对 这个时候先点 结果让对方一打 这个棋就坏了 后来这个棋 黑方丢回鞋架 黑方这个阵型不对了 对 这G还要好 人家这个G又亮出来了 你黑方就很被动 是 后来唐丹呢 也通过这个总结呢 他也是加强了这个 对这个阵势的理解 金炮 这是一个构成了一个 比较好的反击的局面 红方G98的时候 他再走G4进六 这样在封G打马 这儿他就不怕炮子进阴了吗 答案是肯定的 他肯定是不怕 是的 红方的炮子进一呢 实际上也是容易烧亏 另外走马5-7-6呢 红方肯定又不肯 马5-7-6 但马5-7-6也是一种选择吧 吃回来 再炮5推3打G 这个棋还是烧亏 作为红方来讲 肯定不肯 黑方G4平又有一个对居的手段 再过来对居 对 这个棋 你对掉吧 你也得只好对了 对了他马7-6 黑方的阵型呢 要优于红棋 黑方的位置更好 黑方也满意 就是说这种激进中兵的棋呢 确实呢 这个不那么好掌握 就是一旦呢 你这个战术失当 就有可能呢 被黑方呢 有这种反击 所以红方呢 这个唐子蓝的这步棋 我认为呢 从当前局面来看呢 还是要选择这个打G 这个呢 也是问题不大的 对 正招他炮2平5 先吃马 先吃这个呢 略有区别 先吃这个当然避免变化 那他只能炮4-6 然后他再G8平3 等于黑方呢 唐丹呢 一局换双 对 强行呢 用一个局呢 换两码 并且获得了一个空头炮的 这个价值 这个局面就比较复杂了 这个唐子蓝呢 可能啊 从心理上啊 比较畏惧这个空头炮 所以他就走这个上帅了 结果这个 骑呢 后来显得越来越背 实际走到这个局面的时候 红方可能还是应该走 你看应该走什么呢 嗯 就是死腿三桌炮吗 桌炮 那他炮我推一 你推一桌炮 他都不会将你 将是一个假棋 你去突然家居 刚好啊 但也可以收架 对对对也可以将啊 不过姜完以后 姜 初帅他炮几瓶没有姜 姜吃了 然后他再吃掉 那你只能吃这个炮了 他吃你的菊 然后再 炮了进三吗 也不一定好 对 嗯 所以说吃炮本身就先别考虑了 嗯 啊 这个 这个 最好还是 对 都要冒这种血液 抽是菊呢 确实是这部棋不行 红方可能最顽强的招法啊 为什么用顽强呢 就是说 用顽强这个词 但是往往是形势亏了 形势亏了 对 处于下风 对 红方最强硬的 是应该走这部棋 浸泡打马 对 但是他临场呢 他可能没有算明白这个棋 到底怎么去发展 嗯 现在你在抽局 我就不怕了 对 比如说你将 将 我再将 我出帅 还得杀 送胖那我就把你炮吃了 对 然后吃掉 打了是个先手 那红的反而占优了 红的有先手 对 所以说这个棋呢 浸泡是对的 浸泡呢 他得马七进 嗯 跳入马 对 然后红方再狙八计三 因为你不用这个狙捉 这个狙捉你不 还是要抽狙 抽这个狙 这个狙他抽不到 是 黑方 炮我退一 是吧 嗯 这个时候呢 这招是学而难 就是我后来看这个局面 也是专门研究了一下 看红方怎么解 这是红方的唯一的解救的办法 就是能够 黑边向 能够把这个棋啊 继续啊 这个啊 比较有对抗性的 坚持下棋的走法 这不其实什么意思 就不让他吃是吧 如果你你吃的话 我给你一将 他只能登回来了 我飞掉你 你是不是知道这个 红的先退去捉 这个很重要 这个次约 把你这个炮捉一步 然后我再捉这个炮 你这儿呢 打出来的时候 不是叫叉了 这样不是先手 刚才如果这样的话 正好是先手 对对对 局还得回去 你要打出来 我也可以退去捉你 对捉双炮也可以 对 如果走其他地方 这边捉死马 对对对 你要是进一步跑 我去居四平八了 这儿 红方有居 应该说形势不弱 然后你吃不起来 吃不起来呢 就是你这个居呢 现在你就只能 泡退一步 飞变相 对 泡退一步 我飞变相 北方不能吃 那考虑走 现在吃泡吗 吃泡 对我可以把你的 中泡捉住 你再吃冰 我去八平四 对对 这个企业就说的 还是这个互产 这个地方黑方呢 还没有说的绝对的好处 他如果来捉 虎方也可以去捉他的炮 对 你如果保住 他也跑退 对这样可以正好 牵住这中泡之后跑了 对这个局面呢 确实还难说 双方形成一个互相牵制 缠绕的这个局面 是 暂时呢 谁都没有明显的这个走法 在拱过边途 不要让他打过去 可能走细了 还是黑旗呢 略有一点 但是这个局面呢 黑方想继一步拓展呢 对 也是有很大的难度 对黑方也是有一定考验 对 所以这个拆招呢 我们是赛后来分析的 对 但是这个飞边向确实有点难 就是如果说临场去看的话 这个一般的选手呢 他选不着那么远 是 红方呢 就是实战呢 他走了一个上帅 这个是常识性的走法 对 就是说对方不有 我避免你抽僵 没有葡萄炮吗 对 我就跑 先躲开 但是整体上来看呢 就是说的 局面的这个 落后了 可能针对心 轮到了后手 特别强 黑方 让我们中马 他去的那边 对 他先吃回来 这个是好的 这个退居吃掉呢 就是等于 随时有聚酸平伍的这个手段 对 红方这个时候就做初帅 他是一个连贯动作 他觉得这个初帅是叫杀 对 但是现在初帅可能 也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现在可能还是考虑 退居住炮算了 初帅呢 他是一个习惯动作 他觉得是一个叫杀 是吸引人手 是 但是他后边没有后续啊 这个棋就更难下 是 唯一的走法啊 就像刘凯你说的 应该退居 那你给大家分析一下 看看这个棋怎么走呢 推棋 桌炮 炮可能不能立吧 如果退回来 就容易被拉住 就 打边兵吧 打边兵 红的怎么走呢 最后续呢 后续的话 你炮是赶走了 但是他有先手 对 退一步 将军 你再放 也只能退一步 只能退一步 如果将军的话 还是飞个像算了 可以 飞个像安全嘛 对吧 像七进五 这安全一点 对 这个没有必要 你要换呢 我就换掉 你不换呢 我就把炮 躲开 对 你要是躲开的话 炮也躲开 以后这个将 只要归位了 就又没有 这样的就是 红方呢 是有两个局 紫内的兵种 对 还是比较强 应该说 还有很多周旋的机会 是 这个地方呢 很关键 就是红方退一捉炮 还可战 是的 就说可能是吃了点亏 但是唐自然呢 他当时可能 也是下了这个 非常生疏的局面 对 还是在想着进攻 出将 怎么攻击对方 这个老帅一出啊 叫杀 看起来是先手 能够对对方呢 有一些的威胁 而实际上呢 黑方在跳起中马以后啊 不仅解掉了红方的杀 最主要红方这个老帅啊 由于啊 在二楼上啊 他解不了了 这个棋 红方这个棋呢 要不然就是少兵 将来容易丢失将 要不然就老将受攻 是 所以说这个红方 这个上帅再出帅 这个计划呢 应该是一个 错误的方向 这儿导致呢 这个棋呢 迅速呢 恶化 对 实际上还有巨子第三 现在吃炮 为时晚矣 就说的 这个时机呢 掌握得不好 配方 炮五进三 对 这部棋我们 这给大家分析一下了啊 这个棋打兵行不行 肯定也是可以啊 黑棋呢 也是游刃有余 但是这个打兵呢 就是错过了 一个很好的机会 唐丹呢 这个 他确实这个能力很强 对 他通过自己的这个 分析加计算 然后他这个炮呢 斩鱼啊 入腐穴 是 这个底炮啊 叫窜卫炮 本来是 洪方老帅的位置 这个炮走到这儿以后啊 洪方这个棋啊 就是很头疼了 对 因为下部棋 黑方要炮击进一 然后炮击瓶就僵 这个挡不住了 这部棋 他怎么走都 防守不了了 因为这个视像 他随便要打两个像 而且最主要 老帅也进不来了 对 所以说黑方这个进炮呢 一招呢 锁定优势啊 是 坚定的迈向胜举 对 这样以后将军的时候 他还不能知识啊 对啊 就说这一招多用 对 洪方的这个利用很大 大家呢 可以仔细体会一下 对 就这种棋 真是 几乎是一箭封侯 洪方 炮流进三 洪方 仔细一看 确实解救不了了 黑方就这 一个掌炮 洪方就 洪方呢 还是想办法说 看能不能给 黑方制造点什么 就说这个炮 只能啊 退回来 一将过来 电炮能够勉强 对 但是他感觉这个棋呢 也 他防守觉得很辛苦 所以就 直接就来 跟对方 对决来了 这个招期叫做 孤注一掷了 对 就说的 现在也没有本钱了 没有办法了 我就把所有的赌注 压在这招身上了 看看黑方怎么解救 黑方炮击拼 这将军没办法 老将就不来 只能走开 然后唐山呢 他现在不能登 刚好有一个非常巧的棋 马武进三 对 现在抽江采居 对 一将军登居是带江 所以洪方这个棋呢 清客时间呢 就办预定了 对 他居六将 他一进居 他是先 把马就登了 登了 他退跑回来 因为对方 现在还有居六将 这么打回来 也可以 他退跑 这个棋呢 就唐山走得比较简单 打向他也成立 黑方也是很优势 对 唐山呢 直接点江 多死呢 他就不再去追求 那些凶险的变化了 是的 这走得很简洁 他只能飞 这样的时候 现在红黑方已经白多了一个马 而且位置特别好 对 退居准备抽 对 叫抽只能下降 这马再一跳 哇 这个位置非常好了 太铁了 对 有披江 吃兵 都是黑方的 反正就再走两步棋 红黄都 他平局对局 把边兵一杀 红黄都认负 因为这个兵将来也要丢 对 而且少大死 这马都太火了 马三进五 马五进六 这个棋 黑方已经是胜定了 那么最终呢 红方也就是主动认负了 是 那么唐丹呢 最后呢 是取得了 通过这盘棋的胜利 他也提前锁定了 这个个人赛的这个冠军 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 好 朋友们再见 朋友们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